当小男孩降临广岛的那一刻 这个日本人心中的圣地陆军之城 伴随着军国主义的内心 一瞬间被炸得稀碎 日本首相林木冠太郎和御仁天皇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只不过是想找个台阶站着投降 可是美国的回应告诉他 台阶是没有了 你不仅要投降 还要跪在地上 双手抱头 而且要快 不然连下跪的机会都没有了 此时的日本已经被李梅用燃烧弹炸了四个多月 十几万吨 美军的凝固汽油弹 已经把日本98个城市给炸的生活不能自理 随着广岛原子弹的爆炸 再加上美军占领冲绳 日本已经彻底沦落成了一个火把子 那些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民众 现在终于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自己国家的军队 已经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了 于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加入投降派 并且迅速和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争锋相对 就在日本内部狗咬狗爆发撕逼大战的时候 一个让日本大本营惊恐万风的消息传来 在中国东北 数以百万的苏联军队正以摧枯拉朽之势 急速向前推进 目标直指日本本土 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 从1945年5月2号苏联攻占柏林的那一天算起 直到当年的8月8号 也就是8月风暴行动当天 满打满算也就三个月时间 柏林会战期间 苏联的总兵力是262万 就算苏军刚打完柏林 就掉头奔赴远东中苏边境 170万大军 横跨整个苏联1万多公里路程 再加上所需的物资武器 三个月的时间 真的可以做到吗 这恐怕在德国还没投降的时候 苏联就已经开始向中苏边境运兵了 只等西线战争一结束 立刻一招回马强 把小日本定死在东三省 然后取而代之 在大连旅顺 组建可以横扫太平洋的舰队 一旦计划成功 那么苏联将彻底一发不可收拾 回顾一下苏联的历史 你就可以发现 毛子的祖祖辈辈都绕不开一个话题 那就是出海口 想想看 这个国土面积横跨亚欧大陆的巨无霸 全国上下加起来 一共就三个出海口 一个在最东边 两个在最西边 其中一个就在乌克兰 这也是俄乌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你可以怀疑 毛子到底能不能打过熊 但是你不能质疑他们对出海口的执着 更何况在二战末期 毛子心想 就凭你小日本 也想占领东三省 你也配 但是斯大林这个人的胃口比较大 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等美军登陆日本本土 出现巨大伤亡的时候 自己在以救世主的身份 神兵天将 一举拿下中国东北朝鲜 还有半个日本 这样一来苏联的子孙后代就再也不会为出海口发愁了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原子弹的出现让斯大林意识到 小日本要扛不住了 一旦日本投降 那苏联什么好处也捞不到 于是苏联远东司令部 三个方面军 以及太平洋舰队 阿木尔河舰队 和北太平洋舰队 总计11个河城集团军 总兵力174万 其中包括一个坦克装甲集团军 5500辆坦克 三个航空兵集团军 3000多架飞机 还有28000蒙火炮 准备一举剿灭日本关东军 此战的总指挥官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由于事态紧急 苏联的外交部长在向日本大使馆宣战之后 顺手把日本大使馆的电线给薅了 因此直到前线打成了一锅粥 日本大本营才收到消息 1945年8月8号凌晨 苏军航空兵对吉林 哈尔滨 长春 沈阳等中国东北主要城市进行空袭 太平洋舰队航空兵 对日本军舰实施袭击 并且在第一时间就夺取了制空权 地面部队从北东西三个方向越过边境线 同时还有一支部队直接登陆千岛群岛 也就是现在的北方四岛 就在日本的北海道旁边 早年间 日本为了防止苏联偷袭 修建了一条号称东方马其诺的防线 然而连真的马其诺防线都没什么卵用 就更别提小日本这种山寨版呢 况且 日本对苏联秘密集结百万大军是一无所知 此时的日本关东军虽然有70万 但是这些人大多都是新兵蛋子 关东军的精锐 早就被送到了太平洋各个岛上当炮灰了 日军的武器装备训练一塌糊涂 再加上苏军绕过了日本修的那条山寨防线 结果就是在第一天 日本的边防部队就被彻底打散 整个关东军的指挥体系全面崩溃 此时除了关东军 另外还有160万的日本陆军 风散在中国其他地区 他们有心回防支援东北 但是此时的中国抗日武装力量 已经开始了全国性的大反攻 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加上东北地区的平民 积极支援苏军 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作战 小日本被打的是首尾不能相顾 开始全面溃败 就在中国战场打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美国又派遣轰炸机 飞往了小舱 准备再次实施核爆 很可惜等飞机飞到小舱上空的时候才发现 这个鬼地方的云层太厚 根本没办法瞄准 最后只能临时把目标改成了长崎 飞机抵达长崎上空的时候 这里的云层比起小舱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在飞行员准备取消轰炸行动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 在云层的中间有一个圆形的空档 刚好就在长崎上空 于是那颗名叫胖子的原子弹 就从这里被扔了下去 和小男孩不同 胖子的主要材料是布 比小男孩的威力要大很多 但是长崎的地理环境多山 多少限制了胖子的威力 只要是如此 还是有7万小日本被带走 长崎直接报废 4天的时间 两颗原子弹光临日本 杜鲁蒙对此却并不满意 他还准备把手里最后一颗 名叫恶魔之星的原子弹 也顺手给日本送去 长崎再次被炸 苏联已经跨过了压绿江 往朝鲜打了 眼看美苏就要同时登陆日本 日本大本营这下是真的慌了 于是找到了天皇 商量商量赶紧投降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被俘的美国飞行员 为了保命在那里吹牛 说自己知道原子弹的情况 日本人一听 如获至宝 其实这个美国飞行员啥也不懂 你想啊 就连副总统都不知道的事情 这个飞行员能知道个屁啊 那纯粹是为了保命 来骗这群小鬼子的 他告诉日本人 美国拥有一百颗原子弹 下一步就要炸你的东京了 这一个敢说 就有一个敢信啊 日本大本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赶紧就劝天皇啊 投了吧 投降数一万 然后日本就向中立国瑞典 发布了投降书 愿意无条件投降 但是你们不能为难天皇 给他签订不公平的条约 杜鲁蒙一听这个消息 顿时火冒三丈 这群小鬼子死到临头 还想讨价还价 这件事没有任何商量 无条件投降 就是无条件投降 随即下令 美军必须加大力度 务必让日本人印象深刻 于是 在8月14号 美军出动了最后一次 大规模轰炸 烧烤大师李梅 再次闪亮登场 直接出动 一千多架轰炸机 把东京在内的八个城市 烧得是惨不忍睹 同时 美国海军第三舰队 直接开到了日本沿岸 开始炮击日本 另外美军还派出轰炸机 往日本丢船单 告诉日本老百姓 我们不是来烧杀抢掠的 而是来拯救你们的 本来这些平民就已经知道 日本的军队 现在不仅保护不了自己 还总是让你拿个锤子去送死 被这么一搅活 日本内部全乱了 陵墓冠太郎一看 哎呀 这还了得 再不投降 都不用美苏出手 日本人自己 就能把天皇给嘎了 当天 日人天皇就决定 同意波子坦公告 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 抗日战争 就此落下帷幕 而日本的五星太上皇 麦某人 也开始了他的天秀操作